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臣庚臣人序不生 这个八字来讲 当事人他是说都是七煞偏硬 这样子对于他的婚姻会怎样 会不会被家暴人干掉 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一种迷思 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听到说七煞 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所以导致了一个名词上的一种解释 所以很多人就会很害怕七煞 这一边是命理一言堂 是一个专门讲解命理相关知识的频道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获得通知 七煞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 其实各位 我们还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 因为在五行派里面 并不是以十神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他是以五行流通以后 他才来判断这一个运势的起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古来生金 他的地支也是要承去生生金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说 以他的这一个八字 其实他是一个观印相生型的 或是煞印相生型的 都可以 他的一个桃花现象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这只是本命上的一个不错 本命上的一个不错 你还要看他的大运流年 因为毕竟我们常常讲 本命他只是你出生的那时候 本命是出生的那时候 大运呢 大运就是你那时候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时间 毕竟多了一个字出来 所以五行流通上绝对会是不一样 所以各位还是一样 你要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去判断 而不是单单的只在本命上打转 也单单的不是在一个大运上打转 而是要怎样 整个下来看 要整个下来看 所以以他现在来讲 他是在所谓的物与大运 看一下他现在是在什么运 大家等一下 他现在在悟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 他这时候会出现 土生金 去刻掉他的荧幕 所以荧幕是他的一个食伤 我们就知道 食伤代表的是什么 一个人的一个情绪 所以他会担心东 担心西的 这一种现象就会产生 因为食伤受伤 在五行派里面 食伤受伤 他其实类同于日主做客 他们两个是同等性质的 所以他会比较的去担心 这些有的没有的 就是他会比较的没有信心 这个就是他在这一柱大运里面的一个 显像 同样的 他既然有这么多的七煞 我们都知道 只要七煞少掉了一个 是不是他的一个状况就会变成五行流通以后 多变少就不好的情况 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就让各位去看看说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会在官杀的部分 也就是他的工作或者是桃花的部分 会产生多变少的这一种情况 这一边就留待给各位自行的去分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